《写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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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个女众要是在那个山上 不小心受到什么伤害 那一辈子的道心就不可能有了 嗯 师傅我觉得有时候会念头 嗯 会有时候会放在 像会生气 嗯 有时候觉得讲的也蛮好念头 都是 有时候 但是马上也会想到 刚才脸不会 嗯 比如说 这特别是以前哈 不是最近这一年 我看到那个蚊子啊 他老 我就觉得他 我就想打他 嗯 以前还不会很奇怪 现在就 哎 老是来的 来的咬我咬我 还不舒服 听到嗡嗡的 好影响我 就想把他打掉 这样 以前 我觉得我现在怎么会 现在结果比较谨慎一点 其实在我们现在 不管是让你在平常生活里 发慈悲心啊那些 都只是方便接引 就是出击人能够入门的 真正佛门之中最初开始 你早懂得下手的 还是师父平常教你的 就是从根中开始要建立 你说哪个行为该怎么样转 哪个行为该怎么样去改变 哪个什么行为该提起什么正念 其实他都还是在最初你资量位的见词 那当然世间的行持 行仪一定要有 但是你的目的 行仪的目的就是 你不在随着时间感受流转 你只要能不随感受流转 就应该当下回光 就是在跟上参的 所以看自古以来 南传的教授 或者是北传的僧团的教授 他就再也不是世间上 在行为上的礼教上面的约束了 他就直接告诉你 教见本来灭目了 哪怕是根层中交 或者在决心中交 你那个想法就要告诉自己 我譬如说有的时候生气 我怎么克制生气呢 你就要提起自己 我因为生气 不是什么样方法能克制的 是因为被绝固 因为为什么会生气呢 一定是忘记跟踪亲近固 所以他再也不是用世间去解释 你用什么样的行为 去表示你的好心 用什么样的道理 去再解释你的行为 都不是了 你只要直接告诉自己 一定是忘记跟踪的亲近 所以他的教授就告诉你 你的跟踪本来亲近 没有亲近 哪有那么多感受 你的决心 你的一切感觉 一定是决心现前的 没有决心 没有那么多感觉 所以你就会在决心中参 这个时候是表示 最初的行者 心底中一定有个固定方向了 那个方向有些 不同世间用度 他是超越世间所谓的修行的 那是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调教做什么 那就是很多经中讲的 比如竹子 他是破竹而出 直接要穿竹而出 就再也不是世间 你看到的 以为那种习惯 法度之中一节一节的去体会的 不用 你直下担当 抉择者是谁 那为什么会流转 被决 对吧 那你在讲进被决以后 你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你觉得的那个心态都被决 对吧 你还是用感觉这个区块 在解释那个心态 那个心态还是被决的 因为你的觉得这个感觉 觉得那个心态 那个决心都超越他 你为什么不站在决中去体会呢 所以你开始既然要下手 既然要 要还是要用你的岁数 要用你的时间 要用尽你的发心 为什么不发在究竟心上 为什么不发在 你真正照见你本来面目上 能够发如是心的人 叫最初发菩提心人 最初发菩提心人 那是完全不同的下手处 所以世间你要说 比如说儒家 或者是老庄还是出城的 你要说儒家 或者一些世间善行 他会在这边跟你约束 这个心态不对 这个心态应该要换个心态 这点心不是慈悲心的 那佛门不是这样说的 佛门就告诉你 不是慈悲心 是你忘记崛起 当你要正的如是决心 决心它本来就骗一切法 它本来慈悲 它本来就慈悲 你不必可以造作慈悲 因为没有一个感受是离开决心线的 所以他一定能信一切法 决心一定不坏一切法 因为决心绝对不会坏决 对吧 一切法现前其实就是决 决不可能坏决 所以他一定不杀 对吧 他一定没有轻损 不会轻损 决心不会去霸占任何感觉 他不必在决心上再盗取去轻损 去侵略任何感受 所以决也不会盗决 他也不会有道戒 他也不道戒 决心在看到感觉时 他根本不必去投入感觉之中 再做种种造作欲望 因为决得欲望都是决 何必还追逐欲望 所以决绝对不协议 决的不协议 他是在后面说的了 对吧 在前面的控制只是 扎扎善根嘛 将来你会突然发现 用尽于世间的思维 用尽于世间的行为 都不是究竟 你会发现你还是承认在那里 为什么 你当然要只是被决 决心其实跟感觉就在一体上 可是就在一体上处 你要是完全只是看到感觉 感觉这个区块就是轮回 就是颠倒 就是夜感 就是造作 就是你做不了主 对吧 就好像镜子 其实它就能限色 限色就是镜子 可是你看到 只是镜色这个层面时 那个镜色就是一定 随着黑流转 随着白流转 但是这么强烈的流转 其实就是镜体 对吧 你在那镜体 你可以知道流转的夜音 本末 你要是忘记镜体 就是只是忘记 为什么说忘记 因为它不是二 从来不是二 你忘记镜体 镜色就一定流转 所以只要你背绝 就一定轮回 背绝一定是夜感 对吧 就是这讲到佛门中才讲到必尽善行 必尽善根 所以世间法中 你再用任何的善行 怎么样修学 将来还受轮回 就还受轮回